这一个方面不知道大家是否比较熟悉 怎么传出来的呢 顺便来探讨一下这个世界是真还是假 这个汉普登公它位于英国伦敦的李世马 由托马斯沃尔西于1515年组织修建的 一直到1522年才修建完成 则当时它算是英国最豪华的建筑 然后在1529年托马斯沃尔西去世后 汉普登公就变为了亨利巴士所有 而这一年亨利巴士与对其进行了扩建 它主要是扩建了一个能容那一轻盈的大厅 1689年的时候 一位建筑师对汉普登公进行了装修 一直到1839年汉普登公就对外开放了 而这个汉普登公的闹鬼事件 据传了是2003年10月的时候 因为宫里的保安多次发现 在展展区的某一个位置的防火门多次被打开 之后保安们就去查看监控 然后就拍下了视频开刀的这一幕 这就让众人感到很意外了 因为这个监控里面看 推在这张防火门的是一个身穿长袍的人 不过因为年代久远是17年前的监控了 这个监控画面非常的糊 而且帧数也很低 就像是在看PPT一样 画面能得到的信息不是很多 就我来看这个身穿长袍的人 他的性别也是不明的 有人认为这个所谓的幽灵是有人扮演的 然而谁就怀疑的就是汉普登公的导游们 因为导游们会穿着古典的都多式衣服 来和游客接近讲解 但是之后经过排查 发现导游里没有人有这种长袍的衣服 所以这一个可能就被排除了 而这个开门的幽灵 有人认为他就是亨利八世的灵魂在犹荡 好吧虽然我是不信的 而且这个汉普登公还可谓是一个幽灵频发的地方 这里还传出过一些人 他们到了一些位置会感到市面上的不适 比如听到奇怪的脚步声 还有有人在呼吸等等 而关于这一点 在节目里的一些人就说过 他们检测到了汉普登公一些地方的磁场非常强烈 而强烈的磁场会影响人的大脑 汉普登公的一些地方让人感到不适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而至于他是幽灵 我非常喜欢节目里一个人吐槽的 大概意思是 因为幽灵在西方国家的设定里 他们是不能被拍到的 所以这个监控里被拍到的幽灵 就不是幽灵 由于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灵异世界 网上的资料也比较少 我搜到很久也没看见这一个世界的一个定论 在网上大多数文章都是说 这个就是肯定80的幽灵 当然这个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所谓的幽灵世界 很大可能就是官方的引流操作 想让更多人关注汉普登公 来吸引更多的游客的前来 那么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我个人是一个无神论者 所以我相信是没有鬼的 所以科学的发展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些闹鬼 或者迷信的传闻都会越来越少 从古之间的一些闹鬼世界 大多数是各种巧合 以及人们的猜想而造成的 好的 这期视频就告一段了 可能比较短了 因为这个世界 我实在没有查到太多的资料 经过这个系列的视频 如果大家有好的世界传闻 可以来私信我